淡水谷博馆推出的移动城堡文创商品在业界引发不少轰动 而为了推广这一套可以互动带着走的谷迹 谷博馆也特地举办移动城堡组装大赛 邀请祖孙三代一起来体验移动城堡的魅力 透过镜头带您来看看比赛的精彩画面 笑声响起参赛者认真的研究盒子里的零件 这里是淡水艺术工坊 淡水谷博馆为了要推广新推出的文创商品 五款谷迹的移动城堡 也特地举办组装大赛现场戏分相当热络 这次推出的五款移动城堡 不但有淡水谷博馆管理的红猫城 互为炮台小白宫 更是有真理大学理学堂跟淡水影三四 除了动手亲手做的乐趣之外 更有绘本故事的引导跟QR Code的介绍 金门的产品也让许多参赛者赞不缺口 对啊 就是让大家认识淡水的古迹这样子 因为觉得可以亲近古迹 然后又有这么好的文创这个模型 所以想来参加 带小朋友 而且跟妈妈一起可以亲子红乐这样子 我是子啊 他是亲啊 很好玩很有意义 我们全家就是我们三代一起共同这样合作 非常的棒 这个节目很好 谢谢 有啊有啊就是我们淡水的那个名胜古迹啊 祖孙三代一起组装现场手忙脚乱场面相当有趣 打破古迹难以晶晶的形象 融入趣味性及故事性 而祖孙三代比赛更是创造家庭首脑 并用一起激发创造力的欢乐时光 且一幕换来推广古迹文化教育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